北京与四川这两支俱乐部在职业联赛七年来 在甲A中的位置正逐渐发生着变化 随着越来越远的永远争第一的口号 国安正被连户所抛离 而四川商务通则打着除了石德 申花 还有我 一个也不能少的挤身三甲之力 在本场比赛的前15分钟 国安的进攻没有什么起色 而四川商务通队则制造了几次脚有威胁的射门 前几轮每场开局都不错的国安 上半时并没有什么闪光点 只有小将邵嘉一在前场表现了异常的活跃 原来再过两天就是他的生日 看来他急需一个进球当作自己的生日礼物 北京国安与四川商务通 双方毫无斗志的上半场使观众们感到异常的乏味 45分钟在平淡中就这样过去了 本以为这将是一场平局比赛的观众 在下半时的一开场便闻到了火药味 国安队逃尾突入禁区的一角射门 被年轻的门将没收了 此时商务通队也发起了一轮攻势 离兵在禁区内接到马明尹的传球高高跃起 投球把球攻入了网中 此时商务通队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远道而来的四川球迷 也为自己的球队而呐喊助威 下面是国安队在一球落后之后 也发起了反击 刚刚加盟的米伦急于立功 这是米伦在制造那个点球之前 在对方的禁区内 与后卫六号徐建业所发生的一次碰撞 这就是那个有争议的点球的制造过程 徐建业在米伦射门之前 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拉扯动作 主裁判年轻的国家级裁判张磊 看了点球 此川商务通队队员实在不能接受这个限制 于是便有了王涛的一蹴而就 于是也便有了场上的一比一的平局 于是也便有了此后双方更为激烈的拼抢与碰撞 此时年轻的国家级主裁判张磊 也失去了对场上比赛的控制 队员们频频地犯规 张磊也频频地出示黄牌 这是他在比赛即将结束时 两张黄牌将商务通队的朱旗爬出场外 最终这场比赛以平局而宣告结束 你对场比赛的结果满意吗 不满意 我想今天这场球我们打得很出色 虽然是课堂 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过程来讲 我觉得我们应该赢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